加拿美出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6日 星期日 最近因为我们在做龙虾处理工 等CD类雇主担保的一些特价优惠活动 公众号上的文章一直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在朋友圈已经有宣传了 比如说像我们爱德华王子岛的龙虾处理工 这个像这个雇主已经开始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0月下旬嘛 已经开始前期的LMI升起之前 名额的一个确定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签约了 就是如果您现在在加拿大境内 然后呢您对这个真实工作感兴趣 并且龙虾处理工的费用也不高 5.5万加币 那么它的好处是在境内 对吧 这个雇主好处是工作一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递交省地名叫到联邦 然后小孩呢 如果你有小孩小学到高中 读公立学校是可以免费的 配偶呢在您省提名通过以后 也是可以办理工签 在加拿大进行工作的 好的 那其实我想讲一下 就是关于CD类 加拿大的CD类雇主担保 大家都在都在问 为什么CD类的雇主担保 它要旅游签入境 再来转换工签 首先我们在加拿大的官网上可以看到 CD类属于半技术的雇主担保 每一个省都有它的技术类和半技术类的 这个雇主担保的移民产品 它叫Semi-Skilled Worker Semi-Skilled Worker 那么它的要求就是不需要工作经验 你就可以 你就只要雅思四分 大部分通俗的啊 除去BC省和安省 是省地名打分制 那么其他的省份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 工作一年以后就可以递交省地名 但是听起来很美 这是法案 但是实际操作是什么样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在过去的五年之内 你没有 比如说我们匹配的是一个帮厨 我们匹配的是一个酒店的Housekeeping 或者我们匹配的是一个农场工人 那么你在过去没有这些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么如果您在境外 直接递交工签申请的话 是99.9%会被拒签 只有百分之 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概率 临时不会被拒签 所以就是基本会拒签 那怎么才能不会不被拒签呢 那么首先我们是旅游签 入境到加拿大 然后在加拿大境内 不管是在网上递交 还是在边境 来递交工签申请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们已经跟雇主进行面试了 雇主也愿意 给了我们offer 然后也申请了LMIA 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工签了 那么这个部分只要我们培训得当 在工签申请这个部分 是万无一失的 万无一失的前提就是您的 YAS 就是您的英语的口语 能够交流 好的 这是那么在今年2月 明年2月2月底之前呢 如果您顺利 就是在这就是现在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焦灼的一个时间 其实是时间非常紧张的 如果您现在签约 这个月签约 那么这个月跟雇主 在网上进行面试完以后 雇主开始打广告 招聘 11月招聘 12月 就是申请LMI 12月下旬 申请LMIA的话 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LMI下来 正好您这个时候入境 就可以直接在2月底之前 再往上 往上 来转换工签的申请 这个对于英语雅思 不太好的申请人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如果你雅思OK 完全不怕边境的这个部分 那么您是还是让可以在 就是不用管这个时间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好了 好的 这就是关于为什么 CD类半技术的固执担保 它需要在旅游签入境到加拿大以后 再来申请工签的原因 如果您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到三年相关的工作经验 和加拿大的这个工作 相关的工作经验 您是完全可以在境外 来直接申请工签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问客户 问大家 您的这个工作背景 有没有简历 提供一份基本信息 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 有没有相关的 如果您考虑的是半技术的这些 雇主担保的移民产品的话 我们很快就能给您确定出来 您到底适合在境内申请工签 还是在境外直接申请工签 好的 有更多关于加拿大的雇主担保 或者其他移民产品 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大美出国 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和投资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愿景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是我们加拿大美的客户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